为了鼓励长者多喝水 开心的喝水 八生慈激之工使出浑身解数 拉近彼此的距离 从2023年10月开始 慈激八生之会 开设专属银发族的晚年课堂 珍爱乐林班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边我很高兴 因为我真的是好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子 每个人都很相亲相爱 尤其是那些老人惨废的人 你们也是伸出你们的软手去帮助他们 这个是真的对我是一个很深的一堂客 乐林班由孩子陪伴长者一起参与 传授长期照顾老人的正确知识和技能 像是积少症的预防和锻炼 还有营养补充的照顾 珍爱乐林班的发想来自志工个人经历 他的源起就是当初我的家婆有失智症 然后在陪伴老菩萨的过程中 他让我学到很多 像这样的照顾者不容易 老菩萨也不容易 我相信很多人的家庭也是面对这样 因为现在已经是老化的年代了 在雪兰俄州 乐林人口的比例是6.9% 迈向老龄化社区 使得长期照顾的需求随之增加 并居在40公里远的正美园 特地回到巴生 协同父母出席课程 刚好我师兄入院刚出院出来 所以那种的照顾的那种的问题 是刚好相应待在我的身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 真的要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别人 长期照顾就像一段长途游泳 除了保全体力和强化心理外 还必须找到能一起加油打气的神队友 这段路程才会充满希望 麦大爱 徐宝林 徐福禅 雪岚的报道